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喊收复台湾 路透社称中国青年不干了辞职躺平成趋势 热辣滚烫成票房冠军互联网上两极评价 青年创业者偶像张一鸣功德被以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议会满社腐败遭举报救世疯传 综合媒体报道 在中国股市持续暴跌之际 中国官媒2月7日突然宣布 吴清接任证监会主席一职 议会满被撤职 议会满被撤被认为是中共维稳股市之举 不过事后有关议会满被实名举报的救世 在社交媒体流传引发猜测 2月14日 在X平台上 一个名为A股退市公司 康德新股东朱永国实名举报前证监会主席 议会满涉嫌独职犯罪的帖子热传 并附有举报信的截图 同样的举报信其实早在2021年就已流传 2021年3月4日 财经真相发帖称 现任证监会主席议会满 因康德新案读职被实名举报 所附的截图显示 举报人为康德新股东朱永国 举报信称 议会满在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任职起 与张家岗康德新原董事长中玉已积压 有大量贷款关联 涉及28亿抵押 2018年10月中玉突被查 与中直系有关 但至今未果 对此网友议论纷纷 有网友留言说 议会满可是赵家的白手套 议会满在位时间最久 募集资金最多 发新股上市最多 疫情三年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都发了1500多支新股 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3500亿 被拿到二级市场靠线 紫光集团抓了那么多人 这货都纹丝不动 单凭这个举报撼动不了他的位置 如果真的要是抓了他 那证明经济是真的扛不住了 本月7号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称 官方任命吴清为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免去议会满书记主席职务 当天彭博社引述消息透露 在新华社发布消息之前 中央组织部没有发布任何内部公告 而组织部通常会在重要人事变动公开前 先做内部通报 2019年1月26号 当局宣布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任命议会满为证监会主席 免去刘士宇主席职务 2016年2月20号 当局宣布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任命刘士宇为证监会主席 免去萧刚主席职务 独立时评人蔡沈昆在X上发帖说 中共当局拿下了证监会主席议会满 李强换上了自己在上海的旧部吴清 看来中国股市无论是涨是跌 都得找个替罪羊 议会满很自然就成为此轮股市下跌的替罪羊 议会满在去年11月 曾有近三周没有公开露面 期间海外网上盛传他可能被查 但议会满11月30号 在上海召开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露面 12月4号 新华社突然发表对议会满的专访 意在受访时极力吹捧习思想 被指澄清出是传闻的意味浓厚 根据美革Politik杂志去年12月的报道 近几个月来 数十名中共高级财政官员 被免之 其中很多人被指控的罪名是腐败 小芯片技术恐驻中国杀出重围 据自由财经报道 美中科技战加剧 美方不断祭出限制措施 使中国无法购买及制造最强大的芯片 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 中国正朝发展小芯片Triplet技术 将成熟芯片像积木一样粘合 从而制造出接近先进芯片的芯片 借此突围引起美国关注 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国为摆脱美国芯片出口限制所带来的影响 积极投入新兴技术领域 以石墨烯和量子芯片 以及小芯片等几条路线齐头并进 近半年来 中国小芯片半导体公司备受投资机构青睐 其中从事下一代通用小芯片 及功能型小芯片的开发的新创公司 北极雄芯及车用小芯片研发厂商 心力智能近来都获得资金投资 据了解 小芯片技术被认为是现在最有机会 替中国杀出重围的方法 不仅弥补目前芯片先进制造技术落后的缺陷 同时也降低美国科技封锁的冲击力道 如今的中国积极实现半导体制造的自力更生 小芯片技术对中国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报道指出 美国硅谷新创公司Z-Glue自从陷入财务困境 便出售拥有缩短芯片制造时间和成本技术的专利 最终由中国新创公司Tribler收购其中28项专利技术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数据研究分析师 菲尔德·盖斯表示 小芯片技术是借由制作一系列小芯片 然后将它们封装在一起 在单独的小芯片之间实现比两个独立芯片更快的互联 对此 菲尔德·盖斯也指出 从商业角度来快 使用小芯片架构有很大的优势 中国可能将利用这项技术来避免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的冲击 虽然目前尚未有具体的证据证明 仍需要持续观察 中国消费降级 产业结构朝低端化发展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经济不振 奢侈品消费减少 出现商品价格战 民众穷有 语拼多多等评价品牌篡起 台湾陆委会委托中华经济研究院学者 分析中国消费降级现象 报告直指中国消费力不足 将拖累内需内循环目标 可能造成产业结构朝低端化发展 对长期经济与产业结构发展恐怕有不利影响 报告指出 消费降级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时 价格的考量优先于品牌与商品品质 消费降级的原因主要是对未来经济前景悲观 可支配收入减少 房市与股市的财富效果消退 据观察2023年的双十一购物节 淘宝京东连续两年未公布商品交易总额 多个中国媒体和财经评论博客 引述星图数据的资料 表示在11月10号到11号 全网总销售额为2776亿元人民币 年减9.75% 202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下滑10% 显示中国民众对奢侈品的消费已大幅退烧 中国网络平台的热销产品从高大上变成了平价好物 农村穷游成风潮 中国各大餐饮品牌也纷纷吹起平民风 搭上这股降级风潮 为吸引更多消费者买单消费 知名火锅业者海底捞 去年7月中旬起也走出店门 把生意做进夜市 摆摊卖串串 在上海山东山西等地的夜市 都可以看到海底捞的摊位 中国两大连锁茶饮品牌也大幅降价 喜茶宣称 不会再有30元人民币以上的商品 耐雪的茶则推出9元饮品强势 在消费模式上 中国现在许多消费者在网络上寻找所需的商品后 并不直接下单购买 而是转向拼多多等折扣网站 购买功能相似的仿制品 使得拼多多的业务大幅上升 以接近阿里营收的六成 另外疫情后 中国年轻人的休闲不再失去名店购物 而是尽可能不消费或压低消费 以纯打卡的方式旅游 近来还流行年轻人参加老年人的低价旅游团 或兴起特种兵旅游 在短期间内以超低费用超高效率 跑完所有景点等的穷有 报告分析 中国的复苏力道不如预期 加上民众收入成长缓慢 房地产市场泡沫 债务问题严重 与对未来景气的不乐观 使得中国消费降级更为严重 原本中国官方希望透过内循环 刺激消费等内需 以带动其经济成长动力的想法 恐怕短期内难以实现 报告强调 消费降级虽然带来许多提供平价商品与服务的商机 然而大部分却是取代原本高价至优的商品与服务的销售 除了使得整体经济所创造的附加价值降低外 也可能造成产业结构朝低端化发展 进而阻碍高端产业的发展 长期而言 对整体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据联合早报报道 随着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加深 华尔街一些投资者开始竭尽全力避开中国股票 据彭博社周四2月15日报道 美国金融产品供应商Direction上周 推出一个新兴市场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 完全不配置中国股票 与此同时 美国银行的调查显示 做空中国股票的交易越发受到追捧 这是仅次于做多美股七大科技巨头的热门交易 彭博社的报道称 房地产危机通货紧缩 增速放缓和青年失业率上升等因素 正导致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再次消失 过去三年来 不同领域的混乱导致怀疑情绪一直在增长 但在最近的市场和经济动荡中 刚刚充分暴露出来 IGMarket驻摩尔本的新兴市场分析师陈碧飞说 据彭博社和路透社此前的报道 中国股市蒸发数万亿美元的市值后 股市指数编制公司MSCI名胜 已将66只中国股票从全球基准指数中提出 数量是两年以来的最多 同时MSCI将五家印度公司加入指数 使印度股票在指数中的权重增至18.2%的历史新高 相比之下中国股票的权重从一年前的26.6%降至25.4% 福建快艇越界金门海域翻腹粮死 中国网友喊收复台湾 据一平新闻网报道 一艘中国籍快艇昨天2月14号越界闯入金门海域 遭台湾海巡署人员追击 据检后蛇行翻腹酿成良死 对此中国国台办向台方表达强烈谴责 不过中国网友则是群情激愤 不顾快艇越界的事实 激动呛声 不能只是谴责 绝对不了了之 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署 14号下午接获民众举报 一艘中国籍无名船快艇于金门北定岛禁止水域内越界捕捞 海巡署人员依法前往处置 快艇拒检后蛇行导致船只翻腹 4名中国籍船员落海 其中两人经海巡人员救起后送医抢救不治 国台办发言人朱峰莲表示 我们对遇难同胞及其家属表示深切哀悼与诚挚慰 对春节期间发生这样一起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性事件 向台方表达强烈谴责 国台办颠倒因果不顾快艇越界事实 谴责台湾作业人员 中国网友的反应更是激烈 中国官媒环球网的网友 嫌弃国台办不够强硬呛声 不能只是谴责 不能就这样算了 更有网友扬言收复台湾 中国青年不干了辞职躺平成趋势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经济成长持续放缓 就业市场前景黯淡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躺平 辞去在企业的正职工作 虽然没有确切的躺平数据 但中国2023年6月的青年人口失业率达到21.3% 创下历史新高 来自上海的23岁青年朱毅 也是选择躺平的其中一员 他原本在时尚产业工作 但因为必须常态加班和上司因素决定辞职 现在他一周只剩一天班 并在家远端工作 其余时间用来当刺青学徒 希望未来能够以此为正职 朱毅受访时表示 工作对我而言并没有意义 他说多数工作都是在帮经理们做他们的工作 取悦他们 所以我决定不干了 报道指出 像朱毅这样出生于1995至2010年间的 2.8亿Z世代的中国青年们 是所有年龄层中对未来最为悲观的一群人 与此同时 中国也陷入了半世纪以来最为缓慢的经济成长 甚至难以回复至疫情前的状态 美国密西根大学助理教授周云对此则指出 虽然部分中国青年开始跳脱企业的选汉压榨 但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对未来充满悲观 尤其在中国越来越僵化的社会不平等 紧缩的政治管制及黯淡经济前景之下 据悉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日前已经公布2024年春风行动 欲从1月下旬至4月上旬 提供3000万个就业机会 挽救居高补下的青年失业率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热辣滚烫成票房冠军 互联网上两极评价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一部以女性自爱自强为主题的中国电影热辣滚烫 过去几天里霸占了中国票房榜首 自星期六2月10号上映以来 这部新春荡影片已经收获了2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 不过该片也在互联网上受到了两极评价 尽管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许多影评文章 都赞扬了这部电影积极向上的主题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片方是在用吸睛的营销手段 掩盖电影本身质量普通的事实 热辣滚烫 由喜剧出身的贾玲自导自言 她在片中扮演一位没有工作 社交圈封闭的30多岁宅女乐盈 在遭遇接连的生活挫折后 乐盈最终通过拳击 让自己的人生焕然一新 热辣滚烫是2014年日本电影 百元之恋的翻拍制作 1982年出生的贾玲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她2021年以相声演员的身份 登上了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开始受到全国关注 2021年她导演的首部电影 你好李幻英票房口碑双丰收 贾玲于热辣滚烫上映前 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 为了这部电影她手伸了100斤 但她强调这部电影跟减肥无关 甚至跟拳击关系都不大 这是一部讲述善良的人 如何找到自我 学会爱自己的电影 电影里面有一个过去的我 也有一个新的我 希望他们俩你们都能喜欢 许多对这部电影的正面评价 都聚焦在了故事的自强与自爱的主题上 在中国的文艺交流网站 豆瓣上热辣滚烫获得了八分评价 一篇受赞最高的五星影评写道 电影里的女主没有报复所有伤害过她的人 而是成为了一个强大的自己 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别人放在眼里 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强大 一些用户指出 女性导演所带来的女性视角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贾玲 我们需要女导演 需要女制片人 需要女演员 需要女性团队 我们需要女性叙事 我们需要女性视角 另一篇五星好评这样写道 中国官方媒体也给了这部电影正面评价 光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 表扬了主角没有以复仇作为人生动力 乐莹打拳击比赛 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人生愿景 不是为了打击别人 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好看 这才是更为真实的人生 不过对这部影片也有不少批评 批评者认为播去故事颇具激励性的主题 和贾玲为了拍摄而减肥100斤外 热辣滚烫并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我很喜欢贾玲 她减了100斤 我真的特别佩服 但是不能否认这真的是一部烂片 一位豆瓣用户写道 在以男性用户为绝大多数的体育论坛虎扑上 热辣滚烫遭到了一边倒的批评 仅获得了3.5的评分 获赞最多的几条评论 都称影片的宣传方式让人反感 头一次见电影主要宣传的不是内容 而是演员减肥 一条高赞评论写道 收集分析影视作品数据的中国软件 猫眼专页版 预估热辣滚烫 最终将以41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关 如果成真 该片将登上中国总票房榜第9名的位置 目前占据榜首的是2021年朝鲜战争电影长津湖 该片收获了57亿元人民币的总票房 青年创业者偶像张一鸣功德碑已差 在福建龙原永定区裴峰镇孔福村 据传当地在2022年为抖音TikTok某起字节跳动 创始人张一鸣立了一块功德碑 赞扬他是青年创业者鼎力膜拜的精神偶像 网传张一鸣看到消息后 积极与当地沟通 现已将该功德碑拆除 综合媒体报道 网传图片显示 碑文第一句先介绍 圣中自一鸣马列公十孙房系23代乙孙 市居孔福新唐吉庆楼南开大学毕业 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之后的文字是对张一鸣成功事迹的记载与评价 赞扬字节跳动是人工智慧助力内容变现的开山鼻祖 旗下抖音模块开创了短视频直播带火先河 并直指张一鸣是亿万青年创业者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 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称碑文中还记载了张一鸣祖辈事迹 夸赞张一鸣富有大爱情怀 发达以来积极参与中国历次重大赈灾 并捐款5亿元人民币 设立基金支持闽西教育 同时支持母校和家乡 捐款200万给马列公子等 图片经过流传后有不少网民认为当地此举不合适 质疑活人被立碑这是高级黑吗 也有观点认为功德碑是宗族内部对张一鸣捐款修祠堂的特别鸣谢 既不是国家社会认证的崇高荣誉 也不是轻使流明的功过评价 无需质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